你飞得累吗 你留给我们和公众的 大家都是快乐觉得 那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 但实际上你累吗 不累呀 不累呀 招访也屡屡出圈 尤其是00后运动员们 接受采访时 不藏着掖着 主打一个有话直说的画风 被网友直呼专制矫情整顿采访 一起来看看他的精彩语录 全红禅精准打击 每一个煽情时刻 巴黎奥运会 毫无悬念摘金的全红禅 除了赛线水花消失数外 赛后采访也是金句频出 当被问到这一届金牌 和上一届金牌 在自己心里的意义 有什么分别时 全美耿直回答 上一届金牌有点重 这一届感觉没那么重 能说说这一届的金牌 跟上一届的金牌 有什么分别 你心里面 跟意义有什么分别吗 我觉得上一届 上一届 可能我点矮吧 就感觉还太重了 这一届我觉得 没那么重了 当记者感觉 他接受采访时 没有双人十米跳台夺冠时 轻松了 全红尘表示 是因为陈玉希不在 记者开玩笑问 马上要十八岁了 会不会换一种风格 全红尘说 我做我自己就好了 不会因为年龄改变自己 在记者问到 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 但实际上你累吗 是 全美说出屏幕前 所有观众的心声 这话问的 谁不累啊 而面对记者说出 我考考你 你总说 小小巴黎拿捏 拿捏你知道用英语怎么讲吗 我教教你好不好 全红尘直接表示 不会 我不想知道 拿捏你知道用英语怎么讲吗 不会 不会 不教教你好不好 不用了 我不想知道 不想知道 拿捏 不仅如此 全红尘和他的教练 陈若琳最近的互动 可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两人的幽默对话 透出了浓浓的师徒情谊 全红尘调侃到 全天下的男人 都想娶我教练当老婆 陈若琳则轻松回应 我有事先走一步 这种轻松的氛围 不仅让人感受到 师徒之间的亲密 更展现了他们的默契 全红尘和陈若琳的合作 真是让人羡慕 每天训练的时候 两人总是互相鼓励 彼此支持 形成了一种非常温暖的氛围 红尘在水池边站着 脑海中浮现出 每一次跳水的画面 他知道 陈教练会在一旁认真观察 他感受到那种无形的支持 心里暖暖的 训练的压力 似乎也减少了很多 如今 全红尘作为这支梦之队的 新一代代表 正承载着前辈们的荣耀 想想他在比赛中 那种从容的气质 像极了郭晶晶和福明霞 网友们对此热议不断 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说 全红尘简直就是新时代的 跳水女王 她的每一次跳水 都让我想起当年的郭晶晶 太厉害了 未免了女子十米跳台冠军 再加上新入手的女子双人十米跳台的金牌 全红尘在两届奥运拿到了三块金牌 她成为了中国奥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三金王 在拿到三金王之后 对于全红尘未来的发展 很多网友也是特别的关心 虽然全红尘才17岁 但是当你看看17岁的张佳琪 在东京奥运会之后 就开始慢慢淡出赛场 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 张佳琪更是只能出现在解说席上 你就知道中国跳水的竞争有多激烈 17岁 四年之后 全红尘的年龄将来到21岁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强如全红尘的恩师陈若琳 他的最后一次十米跳台夺冠 是在20岁的时候 2016年里约奥运会 陈若琳也只参加了双人的比赛 21岁 如果全红尘还能出现在 十米单人跳的赛场上 如果他还能夺冠 他将成为女子十米跳台夺冠年龄 最大的运动员 但是显然随着年龄的增加 随着身体的发育 全红尘想要在十米台 冲击奥运会的机会会越来越小了 这也是全红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粉丝最关注的问题 十七岁的全红尘会退役 或者选择转型吗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全红尘也是摊牌发生官宣的决定 全红尘表示 自己的目标是五枚奥运会金牌 向自己的教练陈若琳看齐 从全红尘的表态 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 全红尘的决心 十七岁的全红尘 肯定是不会退役的 他还会选择坚持跳水 不过全红尘选择坚持的话 未来他很有可能 面临着专项的变化 为什么呢 随着发育 当全红尘的身高体重增加的时候 他在十米台的优势 会越来越小 当年郭晶晶和福明侠 也是为了延长自己的运动生涯 从十米跳板 专项到了三米跳板上 特别是郭晶晶 曾经获得了 双人十米跳台试锦赛的郭晶晶 在改变三米板的时候 收获了四块三米板的金牌 福明侠也是获得了1992年 巴塞罗那十米跳台的冠军后 1996年的亚特兰台奥运会 18岁的福明侠转攻三米板 获得了三米板的金牌 所以当全红尘选择继续坚持的时候 全红尘很有可能在未来 将面临着转战三米板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也会让他更有机会延续生涯 冲击更多的奖牌 而对于全红尘再次拿到奥运会冠军后 全红尘的粉丝自然是惊喜若狂 然后全红尘的亲友同样是无比的兴奋 全红尘的哥哥更是亲自飞到巴黎 看妹妹拿冠军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人对全红尘拿下冠军 同样是感到无比的兴奋 只不过这些人却有着其他的目的 说难听点就是蹭全红尘的热度 你说蹭热度就蹭热度 比如你作为网红可以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内容引流 可是不应该堵在全红尘的老家门口 搞得全红尘的父母 爷爷奶奶甚至外婆一家人 都跟着被搞得头大 据报道 全红尘夺冠之后 他的老家门口每天都聚集了大量的人 仿佛和过年的时候差不多 村民们为全红尘夺冠放鞭炮庆祝 还有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网红 来这里打卡拍照 我们单单从爆出的几张图片 就能看得出全红尘老家门口的热闹程度 确实这跟大过年没什么区别啊 而且门口卖什么的都有 有许多的网红甚至专门从外地跑过来 给全红尘的爷爷送礼 比如送毛喝酒 看着很像茅台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些网红真的下了血本了 对于如此疯狂的行为 全红尘爷爷起初自然是很开心 但是却不要礼物 可是随着送礼的人越来越多之后 全红尘爷爷不得已都把大门给关上了 可是纵使如此 依然无法让那些蹭热度的网红纸布 人家依旧是在门口不停地喊 而礼物也是大量地堆在门口 据悉全红尘的家人这几天 确实是被折腾坏了 起初爷爷是不停地招待门口的那些网红粉丝 毕竟那么大的年纪了 再加上天气这么的炎热 要招呼这么多人 谁吃得消 另外我们还看到了 全红尘老家门口还来了武师队 其实这个是村里请来的武师队 目的就是庆祝全红尘拿下奥运冠军 因为全红尘老家门口聚集的人太多了 以至于全红尘的爸爸妈妈都无奈逃离去了宗祠 然后只有爷爷爷奶奶在家里看门 话说这些蹭热度的网红确实是不怕热 这么大热天都络绎不绝地赶来 而且这些网红确实是很过分的 因为全红尘爷爷关闭了大门 而这些网红居然直接朝这里头大喊全红尘 直到全红尘爷爷出来了才罢手 或许是因为全红尘爷爷奶奶这边关门不见客了 以至于这些网红又去找到全红尘的外婆了 从爆出的图片看得出全红尘外婆家也是非常的简陋 采访中全红尘外婆说自己也很想见全红尘 这段时间他在忙 自己也不敢打电话给他 心里很想念他 帮忙